Hello YouTube 朋友 大家好 我是 Danny 歡迎收看 Danman 826 頻道 今天來到禁蹤的太古廣場 準備吃一個 Sunday Brunch 這個早午餐有點特別 待會再跟大家詳細分享 現在就上去 Let's go 進來這間在太古廣場的Continental 其實這間餐廳是屬於Upper House 逸居 今天是很特別的 因為從7月開始裝修 剛剛這個禮拜開了一個事業性質 就是Invitation Only 我之前收到Upper House 有一個 invite 請回舊的客人 今個禮拜來試試 它有一個半價優惠 到今天是最後一天 就是9月5日 明天開始正式營業 今天來試試這個 Weekend的早午餐 今天去這間的Decontinental 是位於金鐘道八十八號 太古廣場四樓六號舖 乘搭港鐵去到金鐘站 用F出口去到太古廣場 再坐升降機上到四樓的平台 觀眾朋友 如果你都喜歡看這類型的 自費真人實測試食影片 或者其他的旅遊飲食生活資訊片的話 就記得按下我 Danman 826 頻道的訂閱和鈴鐺 全部都是用心製作 真人真情分享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今天就是9月5日 星期日 今天有個 Weekend Brunch Menu 有個Brunch Set 是338 元 有三個cost 還有一個drink Juice 或咖啡茶 我們就叫做Brunch Set 如果不想吃套餐 餐牌也有些特色的早午餐選擇 另外也有意大利粉 沙律 甚至牛扒和漢堡包都有 我叫這個Stutter 是奇亞籽 加珍珠的Tapioca 做到好像一個 又不是啫喱的 稠稠的布甸 它叫Pudding 水果有四款 有木瓜 土 菠蘿 芒果 還有一點 Passion Fruit 白香果 那些奇亞籽一粒粒 珍珠又 燕燕銀嫩一點 加上水果 挺特別的 很清新的 這是開胃的Stutter 另外一個就是Grid Yogurt 希臘的乳酪 加了一些Granola 即是脆脆片 有一點點果醬 而且這個環境真的不錯 其實脆脆了 午餐 午餐 晚餐都可以 有一個玻璃 看到外面有一點田園的感覺 很漂亮的花園 看 裝修都不錯 上面的天花花花的波浪型 餐廳也設有室外的位置 如果天氣涼少少 坐在外面吃東西 應該挺捨意的 好看 這一個Brunsh的主菜 就來了 我這個就是長的charted toast 一個多士 放了一些牛油果用 拌了橄欖油 黑椒的火箭菜 旁邊有番茄用的 賣相都很美 另一份是英格麵糞 這是早餐鬆餅 加了雞蛋 Hush Brown的薯仔餅 有些芝士 有些一片片的腸 還有沙律菜 兩個都是賣相挺漂亮的 我剛剛吃這塊的多士很香 它應該是炭燒的味道 還有蔬菜 橄欖油加了一點沙律油 酸酸的 牛油果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炭燒的多士 加上甜甜的番茄醬 層次很豐富 口感也不錯 不過吃一下 覺得番茄醬真的太甜 甜到有點膩 因為可能是有些甜的 泰式醬混合 所以不是太天然的味道 這裏可以減回甜味 就好一點了 因為現在好像太甜 另外一份雖然是早餐的煙肉蛋漢堡 但是吃起來真的不同 是好吃很多的 還有漢堡的蛋 流出來的蛋漿橙色很漂亮 現在就等著吃甜品了 我點了這個甜品 有一點點東南亞風味 是椰子的Rice Pudding 看它來到 應該會挺漂亮的 現在在等著甜品來 甜品來了 我這個就是Rice Pudding 上買些芒果 還有一塊應該是Sherbert 有一個冰的 這個是Sherbert 但是吃不出什麼味 芒果也是 這個也是芒果 這個也是芒果 下面的Rice Pudding 有很多椰汁的味 看起來賣相不太吸引 但是吃起來是好吃的 另外一份看起來 是普通的兩塊的法式多士 切成三角形 放了一些車梨子果醬 有些車梨子 還有一個跟著希臘的乳酪 還有這些高級餐廳 當然服務會一流 他們都無論經理 或職員 他們都經常走過來問我們是否可以 介紹他們現在的新環境 新菜單 都不錯 我個人覺得這裡的環境 真的坐得很舒服 食物方面 早午餐這個菜單 其實就不太適合口味 應該選擇來吃晚餐 兩款的甜品 我也覺得普通了一點 吃完幾個食物之後 覺得348元的價錢 就進取了一點 不過我們今天有半價 所以總共都是418元兩位 當然不要忘記 這裡是金鐘的太古廣場 價錢真的有差不多 觀眾朋友都終於有更人 在這個Continental的分享 記得給個like 和share這條片給朋友 還未訂閱我Datman826頻道 記得按個訂閱和鈴鐺 當我新片出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 還可以追蹤我Facebook IG 看到特別優惠資訊 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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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